嘿,大家好,我是惊炸 今天剧打讲美国恐片 最后一次去魔的第二部 在上一部的末尾 小天真被一群邪教徒捆绑 献祭给了恶魔阿巴伦 被其信仰的牧师高喊着哈利路亚冲向了恶魔 现场顿时火光一片 最终牧师等人全部葬身火海 只有小天真这个被恶魔选中的少女侥幸操作 几个月后小天真闯入一栋民宅 被民宅的主人送到一所疗养院 接受精神治疗 此时此刻小天真已经忘记了那段痛苦的回忆 直一期残留对恶魔的恐怖记忆 心理学家老福 开办了一家创伤少女关会机构 他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 帮助小天真远离宗教对他的影响 帮他找回健康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老福的寻寻善幼习心教导下 小天真是有八九的相信 那些所谓的灵异现象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在老福的机构里 还有许多因各种各样的问题住进来的秘制少女 小天真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 小天真还干着一份宾馆清洁的工作 虽然时常还会被噩梦困扰 但相较之前实在好太多了 他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直到一天晚上 同居的一个姑娘口吐白沫 自知抽搐地倒在地上 就此小天真的生活再次陷入混乱 工作中小天真认识了一个淳朴的男孩 咱们叫他壮壮 两人互生好感尝试了解对方 结果开启了一段悲剧的恋情 这天晚上 睡梦中的小天真突然惊醒 恍惚中看到了死去的老爹 老爹告诉女儿 他来了 他要是能又接你 他就自由了 小天真有点懵 白天刚跟壮壮约会 晚上老爹就出来警告 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但是谁家的少女不怀唇 第二天在工作的时候 小天真就和壮壮的脸地脸蒙蒙哒哒了 出厂经过的小天真心里那个美啊 听着隔壁的叫床声都能达到卢顿高潮 睡不着觉的小天真在大厅里转悠的时候 又看到了死去的老爹 老爹嘴上说着爱他 要保护他 反正要拿枪打死他 因为在上步中 牧师说阻止恶魔降临的方式只有两种 一种是驱魔 另一种就是杀的宿主 驱魔显然是失败了 牧师的话对小天真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他觉得自己还在被恶魔纠缠着 所以他的潜意识中 父亲要杀死他 但他不想死了 于是又唤演出最好的朋友卷发妹 打倒了父亲救了他 他的呼叫声叫来了老夫 但在老夫眼中 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老夫的办公室 虽然小天真说的有模有样 但老夫根本不相信世界有鬼 一个劲儿的强调那都是幻觉 深夜睡梦中的小天真 脱离了低线引力 悬浮在空中 显然小天真看到的并不都是虚幻 第二天 好姐妹们在网上 看到了牧师给小天真驱魔的视频 昔日同床勾人的小姐妹 在得知他体内郁寒恶魔的时候 都对他惊而远之 甚至恶语相向 小天真更加相信恶魔是真的 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自己是个罪人 于是他跑到教堂向耶稣祈祷 结果又被教堂的牧师恐吓 小天真吓得惊慌论斗 他在大街上逮住小天真 说能帮他解决体内的恶魔 结果1613光的召唤 恶魔是出来了 但黑妹根本控制不住 差点没被恶魔附身的小天真操控刀具怼子 先有余计的黑妹告诉小天真 你体内的恶魔太强了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但你别怕 老娘回去叫点人 咱们择日再战 另一边 壮壮在电视中 看到了小天真被驱魔的视频 视频里是小天真的字数 小天真问恶魔 我漂亮吗 恶魔说漂亮 你这么漂亮 怎么能是个凡人拥有的 镜头一转 小天真来找壮壮 壮壮对小天真说 他很爱你 我从来没有真的爱你 然后操起刀就搁镜自杀了 显然壮壮相信了恶魔的谎言 壮壮的死让小天真痛苦不已 他决定直面体内的恶魔 当天晚上 黑妹找来两个同行 三人联手 来个诡计的三英战旅部 随着仪式的展开 小天真体内的恶魔被他们唤醒 小天真痛苦的嘶吼着 挣扎着 三个驱魔师只有看的份 最后得出结论 恶魔太强了 咱们的三个法力不够 这么下去全都得玩完 于是带头的驱魔师 对小天真说了句对不起 完了就拿出马飞 要给小天真来个安乐死 说好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恶魔你召唤出来了 干不过就要杀死宿主 你考虑过小天真的感受吗 最终马飞并没有杀死小天真 小天真与恶魔合二为一 争够素质后就刚死了三个驱魔师 然后跑到创伤少女关黑机构 杀死了老服 怼死了小姐妹 然后放了一把大火 电影就在小天真的邪魅一笑中 落下帷幕 等片完 好了今天电影介绍而言 最后现在观看 拜拜